今天我们不讲任何的舞蹈技术 但是接下来我要讲的东西 对大家跳舞中作用有多大 我们且听且看 经常感觉到跳舞很难 总也学不会的同学 这样说吧 你眼睛所看到的动作的方法 和真正的动作方法 是相反的 说这么一个动作 2 3 4 这么一个动作 视觉上看挺拔了 主要力量应该是在上面吗 应该是在下面 我只有下面先扎下去 上面才能拔起来 如果根据眼睛看到的挺拔 就是力量在上面 那人就是晃了 再比如说我做这么一个动作 身体位置很低 当你眼睛看到这个身体位置很低的时候 那主要力量是在下面吗 相反它应该 主要力量是聚集在上面 如果你根据眼睛看到的 身体低就是把力量碰 那你就是往下面一砸 所有的下坤的低的工作 意识和力量都聚集在上面 还有大家经常做的八字扭画 首先那个名字就很误导 你眼睛看到的是画实际扭吗 是这样的 实际上反而是这里要控制的 刚才总结的这些规律 大家能理解吗 我尝试着说一下 这个规律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它是一种结果 结果由过程而产生 过程中需要运用的是身体的内在力量 内在力量往往与外在所表现出来的结果 形成对抗的关系 我再用一个通俗的例子 帮助大家理解这个学舞蹈的规律 就是我们经常羡慕模仿能力很强 对于舞蹈动作一看就会的同学 这样的人我们俗称为有舞蹈天赋 实际上也不是什么肢体的天赋 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身体构造都差不多 他们眼睛看到的东西和你们不一样 你们看到的是胳膊腿往前往后 外在的 而我们觉得有舞蹈天赋的那些人 他们的眼睛可以看到身体内部力量的运行轨迹 现象和本质的区别 我今天尝试的把这个规律告诉大家 至于说大家能否从之前的思维里跳出来 那就只能看大家自己了 再说一个具体的我们学习舞蹈过程中 面对的困境 对于咱们师生之间共同而言 有一个共同的困境是什么 老师一直想要引导同学看到每一个舞蹈动作的本质 就是内在的力量 由于这个内在的力量呢 它没有那么明显 老师不可能把自己解剖了给你看 所以只能是引导 那同学们呢 由于老师所讲的东西 跟他眼睛所看到的东西不一致 他会陷入一种自我矛盾 这种自我矛盾呢 会使他的身体陷入僵局 他不是在怀疑老师 是在怀疑自己 是我自己理解不了 是我太笨了吗 而另外一种同学是什么呢 他不管自己眼睛看到了什么 当他知道内在力量在哪里 心无旁骛的去寻找 比如说脚往地里扎 放重量 等等 这都是内在力量 他心无杂念 一天领悟不了那感觉 两天三天一定能领悟 就是区别 今天想要给到大家的学习方法 两个 我帮大家再总结一遍 第一个 当你以后看老师动作 或者当你在看视频的时候 你能否换一个观察的测动点 能否去观察一下 每一个示范动作 他身体内在力量的运行轨迹 第二个 当你在学武的过程中 出现了你所不能理解的环节 不要一直在给自己心理暗示 我不行 我理解不了 我是不是不行 当你出现了这种心理 其实你就是陷入在了 你眼睛所看到的表象的漩涡里 你有这个自我怀疑的时间 你去探索 去寻找 找着找